当地时间25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 在华盛顿共同参观美国国家动物园大熊猫馆 彭丽媛同米歇尔抵达后 受到动物园负责人和华盛顿育婴学校儿童热烈欢迎 彭丽媛和米歇尔欣赏了孩子们充满童趣的表演 随后彭丽媛和米歇尔看望了大熊猫天天 和新出生的大熊猫幼崽 共同为大熊猫幼崽选定了名字贝贝 并出席了命名仪式 我们今天相聚的目的 就是要加强美中两国人民的文化和语言交流 这也是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 希望两国下一代有更多人积极开展美中人文交往 彭丽媛表示 大熊猫是连接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 我高兴地得知美国民众非常喜爱大熊猫 我相信大熊猫将会继续给两国民众 特别是孩子们带来更多欢乐和友谊 我相信大熊猫是连接中美国民众非常喜爱大熊猫 各位华文众非常喜爱大熊猫